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或许就是优秀男人的家吗 这太优秀了 其实安利大哥 我有件事一直特别耿耿于环 就是我今年年中的时候 夏天的时候 我来广州找你 那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爱我还是跟我不熟 就是我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期视频 我在酒店 我这么举着 你当时背对着我看手机 你先背对着我看手机 对对对 然后我说 这就是安利大哥 还记得那天那期视频吗 300块钱穿搭 这就是安利大哥 来安利大哥给打个招呼 然后当时你特别冷漠 你就跟那 我不是冷漠 我是你等完 就反正那时候不爱呗 就咱能再给咱打招呼 这是安利大哥 他会没收再见 那晓 pesar cer extremely sick 你说 好 昨天 Mm 你回去喝 bad 哈喽 各位 闻 cas 我们已经到达了 珠海 我兄弟给我订的酒店 这是什么世界 你看也太狂话了吧 今天晚上олот火后的男人 我的视频快 kal 专床共枕 我现在真的是有一种 不一身就溢出来了 你看 你知道吗这两个 我觉得其实就是说旅行 真的不是说你路途的风景或者什么 就是旅行的人 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 那种灵魂 有去的灵魂 相互碰撞那种感觉 是吧 重要的并不是路途的风景 真的是身边的人 懂得自然的懂 我们现在准备要check in了 那我们一会儿见 看一看 哇 哇 操作一下 这个灯 哎呦 这床可以啊 这床大家可以拼一块睡啊 哎呦 太优秀了 哇 明明白白 安利大哥此时什么心情啊 此时我就把想法定在一起 哎呦 懂了 晚上给你们偷偷录 安利大哥洗澡 两分钟 明天见 好吧 昨天睡得好吗 安利大哥 我觉得还行吧 就是早上那几帮人有点烦 早上太吵了 是吧 那帮人 对 影响我安利大哥的性质 哪个性呢 哈喽大家好 那么此时此刻呢 我跟安利大哥已经住到了我们的情侣房间 你们看到上面还有这种星空的感觉 就是我们两个今天晚上就像原始云一样 就这种 就像情侣一样这种感觉 然后 因为我明天就要去日本了嘛 然后刚才行李收拾也差不多了 明天早上9点的飞机 所以说明天就特别早要起床 但是在此之前呢 因为我上一次去日本 之前也是给你们在广州的酒店里介绍了 我这次去都要穿什么戴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呢 不同的是 我身边多了一位优秀的男人 所以我想先让优秀男人去讲一下 他这次都带了些什么东西 让我们来看一下 哈喽安利大哥 你好 这次你是这个都带了些什么东西呢 就外套的话 外套带了什么 一件是KDD 仓石衣术 优秀 这件轰动衣吧 不是成万锡那一款 不过是同时出的 但是也足够优秀 已经非常优秀 已经非常优秀 然后这件就是去那边穿 明天你是穿这件吗 对明天穿这个 因为明天可能有雨 明天有雨 然后这个是Gortex 就防雨 优秀 还有什么 它就是这个比较俗 就比较俗 一股我闻到了一股铜臭味 就比较俗 不过这件也挺帅的 然后这个就可能厚一点 厚一点 确实那边感觉广州 比广州要冷一些 对比广州冷一点 可以 然后这个就是羊绒 我带了件背心 我不知道用不用得上 我里边穿个毛衣外 要是穿这个 姚蕴绒的这个背心 感觉就是没有那么 就如果万一要是 万一要是再冷一点 自己把它穿里面 是这意思吧 里边也行 哎呀优秀 然后呢就剩一个 死盖王同款 这当时这件衣服 当时是安迪大哥帮我安排的 我们一人一件 从美国那边寄过来 这个当外套也行 嗯 然后内搭也是 巴宝丽 巴宝丽 巴宝丽的小衬衫 小衬衫 差不多就这样了 非常优秀 然后这些就是你所有的外套对吧 对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呢 首先是这个药 这药是我怕我们不适应了 然后就拉肚子 只泻了 泻力挺 这个就是感冒药 感冒药 发热 头能发热了 就是这个西药不要质 都买中药 因为那时候就去六天了 所以这一次感觉也没有带特别多东西 就是一些简单的外套 然后一些打底 就你主要这些东西 我感觉搁在你的箱子里也就装一半 然后剩下一半就装你的战利品 对是不是这意思 那一半主要是过去要有一些目标嘛 那你这一次穿的什么鞋 哎呦 公司里都注意到就是这种明显的感觉 Elec 尼狗 这是你第一次穿是吧 第一次上脚 直接去日本 对 到时候找 万一遇上尼狗还能签个名 哎呦 优秀 您好 Sky王 哈喽 现在就是离去东京 剩下也不够几个小时了吧 咱们就是想了解一下 咱们明天都带些什么东西呢 首先呢 这次我还是秉承了这个一切从简 然后呢 就舒服服服的去 然后满载而归 对我是这么讲的 所以首先啊 我就穿了一件这个 这个衣服作为打理 这个就是我这一名讲的 Niger Cabin的这个高脸的这个叫华夫格的外套 这个衣服 这衣服就是首先第一有点就比较厚 第二有点就比较素 它比较百搭 所以我这次带的外套都能搭这件衣服 然后首先 这件衣服呢 就不得不 不聊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本身这次啊 我就带了 我本来计划是带两个外套 但是我其中一个外套忘带了 然后我就很难受 因为 就是反正各种各样原因我就忘带了 然后呢 你们刚才看到安迪大哥呢 他介绍他那个北面 那个KZK 藏式艺术那个外套 然后呢 他就忽悠我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就可能就是我来广州 他想跟我穿情侣吧 可能什么 然后他就忽悠我说广州有一个地方 他有一件KZK的没卖出去 然后是三个叉的 谁说我能穿 然后我去那试了一下 我发现 我貌似还真能穿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是什么特殊的感觉吧 到你穿上之后这个相机好像亮了一下 我这件呢 首先第一就是 比较搭我带过来的这件这件华斯格 然后 毕竟我只带了一个外套 我觉得带两个外套会更合适一点 所以呢我就 买了一件这个 毕竟也是原价 我看淘宝现在我不太确定 但是原价应该是4500吧 然后 贵比淘宝比较便宜很多 毕竟是原价过来的 然后 买件这些 但是我现在隐约隐约感觉到 我这一包是个冲动消费 我就不弹了 然后我带了另外一件外套 就是 我之前 经常穿的这件 呃 应该是18 春夏的M1 这件衣服 我之前的视频里上升过很多次了 这个就不介绍了 然后我这条裤子呢 就是我上次去日本的时候 买了UISU的那条圆牛 我已经穿了半年了 也没有 落色之类的 反正就是我觉得这条裤子 因为深色的比较百搭 这个大概就是外套 然后呢 我还带着另外一条裤子 精致啊 精致的猪猪男孩嘛 我另外一条裤子就是beens的那个追追口裤 这条裤子呢 首先就是比较舒服 因为这条圆牛呢 说句实在话就是 还是有这么一点点紧 就你经常走路走路走路 你会觉得有点累 但是这条裤子呢 就非常完美 就非常的肥瘦 就这裤子不是说我自己肥瘦 是说裤子的短型比较肥瘦 然后走路就非常舒服 就这种感觉就很宽松 所以这条裤子呢 而且非常百搭 我真的其实强烈推荐这条裤子 然后 还有呢 那肯定 还有就是我之前视频里 经常给你们提到的 也不是就是我前段时间 微博经常发的这么一个微博 这个微博其实也是 就是我在北京三里头 Beans买到的微博 这微博呢 我觉得特别好看 因为之前我看 Instagram 就很多人 他们都有带这个微博 一开始我不知道这个微博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一直奇怪 他们是怎么围的这么好看 那其实这个非常简单 就是这么绕着 再 这么绕着 冬期练歌 这种感觉是那种TVB男星的感觉 冬期练歌 你懂啊 这非常好难 马上就这种TVB小声 懂了懂了 就这种感觉 然后这微博呢 我就怕东京那边太冷 万一就是防备了一点 然后还有 还有 就是带着一件帽衫 这帽衫呢 就是我穿了KZK的冲锋衣的时候呢 我也可以穿在里面 我穿M5L的时候呢 我也能穿在里面 所以就是可以就是相互混搭 你懂我意思吗 真讲究 我穿上C区了 然后还有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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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来了 呃 GORUS的这个陆皮包 这个陆皮包呢 我其实 之前答应你们说给做一期这个GORUS的视频 其实都拖 现在也没做 呃 这就不多介绍了 反正这个包呢 我就是 因为我 这次去东京 我会拿着我的相机 钱包 护照 然后就是就拿这些东西 到处走来走去的 我不可能再背我上机 是银器上的HP那个包 因为太沉了 所以呢 我就这么着 一跨 就非常简单 然后直接掏包就入 就是这种感觉 就非常非常方便 在这边这个包 还有呢 啊对 还有 还有就是这个香水 这香水呢 就是觉得每天就毕竟是跟一个非常有品味的男人一起嘛 所以就是跟安迪大哥一起 我就必须保持身上就香香的 然后就偶尔呢 就趁安迪大哥不注意喷一下 然后就 哎呀安迪大哥 然后就让安迪大哥觉得又死干 我是有体香的 就这件事 对 然后总的来说呢 这次就是带了这些东西 然后 其实带还是挺多的 这么一看 这次呢 我打算去 买一件外套 就是 因为这次 其实过去也赶上 他们元旦很多品牌都有发售新品 然后 其实我具体也没有什么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反正还是那句话最重要的就是 跟 一个有趣的男人一起旅行 就是安迪大哥 对没有错 我还是非常期待的 就当刚刚你挥手的下午 我闻到你体香 哦 对对对 腰有种感觉 对对对对 然后 我们一会呢就要就请了 对 我其实真的非常非常期待这次旅行 有一点小瑕疵你知道什么吗 不是我刚刚订那个之前订酒店的时候 我以为是那个大床房 嗯 但是当时check-in的时候我发现是 哎 哎呦 双窗房 有点难受 没事咱们日本 日本日本见 日本咱们是大床房 是吧 不是不是 难受 行吧那咱们明天再见吧 我也都非常期待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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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